春节前夕吉安相长游淑珍特别前往卫福部东区老人之家 关怀由吉安相公所转介安养的31位长者 除了制正春节红包还再送给每一位老人家一套保暖的围巾还有护金镇 游淑珍他希望可以带给老人家们感觉就像亲人一般的关怀祝福 春节前夕吉安相长游淑珍特别前往卫福部东区老人之家 来关心由吉安相公所转介安养的31位长辈 乡长游淑珍感谢老人家们过去对社会和家庭的奉献与付出 因此每年都会前来探望 要让长辈们持续感受到相公所的关心 谢谢我们老大人们过去为吉安付出 为自己的家庭奉献 现在年老了也因为个别的特殊关系 来到了我们的东区老人之家 那我们每年都会来掀关怀来看看他们 今年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的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我们也买了围巾跟护金镇 来关心我们的老大人以外 当然也献上满满的这个祝福之意 这个长辈说压岁钱就是能够带给他们健康平安喜乐 谢谢我们东区老人之家 我们的主任还有我们所有的护理志工 为我们开启对老大人的照护跟照养工作 他们虽然在我们的这个院内 来接受我们的这样的安养 但是既然相公所一定会善尽我们关怀 跟我们要做好的社会福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承担工作 游淑珍也准备了红包发压岁钱给老大人们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而由于今年天气特别寒冷 相公所也为每一位老大人准备了预寒的围巾 还有护金镇 并且贴心叮咛要记得戴口罩 做好保暖工作 更要适度运动保持身体健康 而乡长的到访探室让老人家们很开心 拿着红包抱着礼物 大家都欢喜要迎接新年到来 我们很快乐 谢旅会欢迎视报道